亚璇易投技 rubbish 我是有一個全因的 就是我在下一部片子 有一個容五 他是因為 他可能其實是有病 但是 因為很奇怪的原因 然后他身上贴上了一个金人兵人的标签 然后随后他后面的圣权不久被毁雕 然后这个故事并没有进到我的上一部作品当中 但是它成了我一个心结 后来我就开始留意这个群体 然后开始我也以为很难进入到一个金人兵的区块 但是恰好有了那么一个机会 所以我用了很多的心思去拍摄这种作品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病人大多数会比较敏感一些 可能比常人更要敏感一些 所以他的防备的心理特别的重 但是呢 这其实也要看你对他们的病情 有没有更多的了解 我拍摄的这个群体 大多数都是经文分类症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在药物服用下去之后 他们会在一定时间之后 然后他会恢复你的心情的状态 实际上他们很直接的能够接触到我这个人 然后我基本上是在 因为我就在院边上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跟他们就白天一直到他们睡觉之前 我基本上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这个生活很重要 而且对我来说 我从来没有因为说 他们可能会出现天房的状态 异常的状态 然后有某种恐惧 或者是什么样的 这种东西的流入 可能我内心真的没有 我跟他们接触 我觉得就是跟我边上的朋友一样 他们也很迅速地 就能够接受到这种善意 然后时间久了之后 他们倾诉即使变得很正常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 在这个医院里面 除了几位病人 几位护士 其实他们要有交流的空间 是非常非常的少 即便有短暂的 跟医生交流的时间 你们在一种影片里面看出来 这是不对等的 那么外面虽然是个自由的空间 但是这个自由的空间 给予他们的那个空间是非常小的 同样的更多的是误解和偏天 所以他们一样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 或者说可以耐心地听他们说的人 于是我的出现 对他们来说可能有时候 我自己个人觉得像一个速度 我进去之前确实有两个选择 然后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在这部作品之前 我还有两部作品 然后其中有一部作品 我里面的这个人物 好多都是女性角色 然后有很多人来写影评的文章 他们会挺着去寻找一个东西 就是女导演会拍女性 这个人物 然后会添加很多色彩 这个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这样的一种研究的方法 所以对 我自己选择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 不存在的表演和 他们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紧张 但那也是在拍摄初期的时候 那么在我最后剪辑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比方反弹的时候 才应该能选择 而且就这个演员 这个人物 有没有在那个作品当中 呈现出他真实的状态 其实观众眼睛是深刻的样子 我有跟那个 因为我医生他们 在我的拍摄当中也是日常 然后家属呢 我在医院里头 也会接触到一些家属 包括我在拍摄这个之前 其实我最先接触的是 所以其实我对他们有大量的接触 但是我最后就我要开始 我拍摄整个大的方向病的时候 我还是冰箱病人 我觉得是在我看到的很多作品 包括影像的作品 包括文字的一些作品 我很奇怪的是 就对于他们 就对于这个群体 这个病人 他们自己的生命体验 这方面的关注是那么的少 而是在他们身上的这种隐喻形式 那么的强 所以我还是想把我关注的主题 放在他们身上 这个肯定是没有的 就是 这纪录片对我来说是 我主要是用它来观察 我一个我不相信道听途说的世界的这么一个工具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自己到那个地方去体验 去观察 去看到 所以我一定不会给自己强加一个先锡的观念在我身上 当然因为我们惯性的一些思维 使得我进入了这个健身病院前 我肯定对他们也是惯性的认识 我进去之后 我发现这个是有非常大的无趣和偏见的 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把主题反向病人为去 另一个原因的事 一开始的时候会有 就是他们曾经 我不知道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 就是说你不是来报黑幕的 对 但是相对来说 我还是觉得应该要进入一个进入病院 还是真是非常难的 当然他们拒绝有总统原因 对 你说的是其中一个人 当然它会有更多复杂的原因 但是他们同样的 他们也在观察你 然后可能慢慢他们觉得 我是可以学习的 我选择题材的时候 我不会是因为它是被官方关注的 或者不关注的这样的角度 我三个片子 我是有一个总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关注在困境边缘挣扎的人 我为什么要关注他们呢 因为我想知道困住我们的是什么 在困住我们的网里面 我们应该怎么生存 然后最后他们想走向哪里 其实虽然这是我在那些人群里面 参数的问题 其实也是困扰我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在那里我要去寻找 我知道是没有答案的 但是我要看看 然后复明刚的 可能每一场都被问到 大家都很关心 大家已经经历这么久 这么关心 还是一个谜 我知道答案 但是我希望是 把这个谜留给大家 因为它有很多种可能 它留在医院里面 它出去 它能进入到 它能正常进入家庭 进入工作的地方吗 它能创业吗 就每一个途径 它在现实的 它生活的那个环境里面 遭遇的可能会 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的是 我不喜欢彩色 我觉得它特别不忠实 所以我的片子 我在精神的时候 就把色彩变成黑白 黑白非常跟我想象的 或者是我回忆起我去拍摄的那个地方 它的颜色是一致的 所以我一般是用黑白 但是这个片子 当我把所有颜色去掉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不是那么像 然后我稍微还原出来一点点色彩 然后偏偏一点 我才觉得它做事 所以我把它定成现在这个颜色 在我看起来 它这个病情是可疑的 因为我们其实在影片里面看到很多 它没有跟医生清楚的东西 但这些细节 其实它直接跟医生 看到它病情 比如说 说它做乱乱发现 就是这些急乱发现 它又是因为 飞机 对 有那样的 乱坐飞机 乱发现 它都是有一个 自己有一个私人隐私的全体在里头 所以 到底它是不是有病 我觉得值得伤穴的 但是因为我不是医生 所以我很难有一个很理确的东西 但是它的存在 让我觉得我可以在它的身上 图书很多东西 就是一个就是 殿皇和正常的界限 怎么这么暧昧 这个是我很诧异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 它所有困惑的 它的所有路程上的这些困惑 在许多残忍手上可以找到 因为我们可能都曾经获得正在经营 所以围住 这个求助病人的 这个绝对不是医院的这个困墙 外面的这座墙 可能更硬更高 所以 它在我的那个片子里面 就变得那个游戏的那个重要 还有第三个 从它的那个变化的过程 入院 然后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本来想入院 想入院 然后中间的犹豫和最后的那个 摩林兰克的这种 这种区域和最后一个进手出来的 这种训诫 这个秩序的这种力量太强大 强大到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很荒 我觉得在这个人物身上 这个过程的那个变化 实际上我觉得 特别特别难以接受的 可能日常生活当中 都在这种规训当中 但是当它以向 以它的生命体验出来的时候 变得跟得如此的 这个力量变得很相似的强 应该是这样 这不是说 你开射完了就学习他们的同意 就是你开之前 就要正确他们的同意 但是还有一点是 不一样的 就有些病人 他是要征训家属同意的 但是从法律上来说 就是像他们是达到 这个清醒状态的时候 他是有自主的权利的 是这样 但是所有的全体 并不是拍摄完了取成就 而是你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 是不拍摄拍摄 是这样 所以这个问题 不是不存在 对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的Q&A必须暂时到这里结束 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 谢谢